第272集 两位宗师精神力强大 思维敏捷 很快 无奎山便到 按照你的想法 魔物每年需要生产的丹药 市价高达千亿 而成本价也高达三百亿以上 你要知道 一二品舞者做任务 或者获得别的奖励 其实都是学校在补贴的 他们完成任务 对学校其实并无贡献 一二品舞者在地面做任务 无外乎追缴一些犯罪的舞者 击杀一些邪教舞者 可这些是不会产生收益的 他们的任务奖金 包括学分奖励 其实都是学校补贴了一大部分 军部这些部门 其实提供的不多 而缴获也是学生自己的 哪怕按照成本价来计算 魔物每年也要对这些舞者 补贴超过三百亿了 而这一切的前提 是魔物内部生产线扩张 得到许可 吴奎山继续道 还有兵器 加在一起 每年最少要补贴四百亿菜口 而学生们给学校带来的收益 极少 三四品舞者毕竟不多 还有 学校每年也有大量的支出 包括学校的运营 导师的薪金 牺牲者的负荷 部分牺牲导师和学员家属的赡养 林林总总 每年支出也高达百亿 这还不包括汽血池 能源池这些地方的开支 以及威压式方面 一些维护和保养 都是天降 我们这些高品舞者 薪资其实不是学校来支付 而是政府来另外支付 可中品镜的导师们 一些五六品的导师 薪资待遇也是极高的 吴奎山说到最后 摇摇头 按照你的想法 学校每年支出 最少在六百亿这个样子 这么下去 学校恐怕很快就要关门了 方平文言笑道 那不见得吧 校长 政府每年给魔武拨款多少 政府每年给武大拨款 高达三千亿 吴奎山说出了一个 极为惊人的数字 政府每年给武大的拨款 居然高达数千亿 要知道 武大并没有多少学生呢 全国九十九所武大 这两年因为陆续扩招 人才多了不少 如今四届在校生 大概在十二万人左右 或者稍微多一些 当然 这是没算导师 算上了 应该超过十五万了 人均分摊下来 两百万一个人 好像也不是太多 毕竟武者是吃钱大货 吴奎山继续道 魔武因为学生多 职力强 开支大 所以获得的拨款 仅次于金武 每年大概在两百五十亿 到两百八十亿之间 而魔武在丹药和兵器公司的分红 以前其实都拿来换取丹药和兵器 我们自己的生产规模不大 其实在丹药和兵器公司 是没有进账的 其他的一些产业 例如武道馆 都是杯水车薪 一年下来 魔武入账大概在三百亿 而以往开销 其实也差不多如此 这才勉强保持魔武的运营 如果按照你的想法来 缺口太大了 方平咒媒道 我们在丹药和兵器公司的股份 就换来一点点丹药和兵器 黄景解释道 好 这么说吧 按照世家 我们目前每年向学校补贴的 丹药和兵器价值 高达四百亿 学校提供一半 两大公司提供一半 您说的是世家 也就是说 他们提供两百亿世家的丹药兵器 成本价也就在五十到六十亿左右 这就是我们每年在两大公司 拿到的分红利润 黄景微微点头 见方平好像很不满意 不由失笑道 小子 你以为两大公司是我们开的 能给这么多其实已经不错了 你现在的想法 是打造一条 年销售额超过千亿的校园生产线 也就意味着 要扩大五倍的规模 想完成这个要求 那也意味着 以后魔物所有的收获 包括导师的 都要供给学校 千亿的销售规模 意味着最少要提供两百亿的原材料 学校目前每年七十 也就差不多收获这么大 你这么一来 那丹药和兵器公司 肯定不会答应 更不会再给我们股份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一大公司给魔物股份和分红 是因为魔物的学生和导师 在地窟收获 几乎都会提供给他们 现在不提供了 那凭什么要给魔物股份 方平却是摇头道 院长 账不是这么算的 我们扩大了规模 学生们的实力更强 收获更多 加上如今局势恶化 以后说不定二品五者 都要进地窟 既然如此 我们收获也会大增 实力要是能增长一倍 那就算我们自己自足了 还能给几大公司 提供一样多的原材料 这一点其实不冲突 吴奎山沉生道 所以你是铁了心 要扩充校内生产线 不 是魔物铁了心要如此 方平平静道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魔物 要不然 我自己并不缺这些 我不缺钱 也不缺丹药修炼 我修炼速度也极快 我一个四品五者 也不是魔物的校长 我如今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学校 为了同学导师 我只是不想再看着大家 因为实力不够 去地窟白白送死 二位校长也刚上任 老校长牺牲在地窟 魔物正是百废巨星的时候 这时候不争取 什么时候争取 非要等哪天 校长或者院长 也去地窟走一走 战死他乡 再去求变吗 吴奎山轻轻敲着桌子 过了片刻才缓缓道 政府未必会批复 黄警接话道 其他公司可能会捣鬼 方平一脸愤怒道 那就让他们自己去地窟作战 去死好了 你们跟我们这些学生宣扬的理念是 无者敢战 必战 可现在 我们自己修炼都是问题 凭什么去战 我们说是无者 说是特权阶层 其实就是一群 游走在死亡边缘的可怜人 连死都不怕 还怕什么 几大公司把我们当什么了 打白宫的吗 用生命和鲜血 去换取一些都不够维持自身修炼的资源 这就是我们死战的理由 别提保护人类 我们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谁来保护我们 我们就没有家人和亲人吗 今日当我们是皮肤 那我们就当他们是仇寇 我们没有多要求什么 我们自己的收获 供给学校 难道也犯法 外敌当前 死的还是我们这些底层物账 哪怕战死的宗师 也是外围力量 今日不改革 他日 又别怪我们不为人力而战 方平最后一句话说出 两大宗师齐声和道 混账话 方平闷声道 是混账话 可也是我的心里话 无者舍生忘死 连满足自己修炼的资源都没 这算什么 丹药和兵器公司赚了那么多钱 钱呢 或者不是钱 我们提供的资源那么多 他们生产出的丹药和兵器 最少是提供给我们三倍的量 剩下的60%丹药和兵器去哪了 一部分流入社会了 没那么多 方平打断了黄景的话 黄景看了他一眼 半赏才道 小子 这些数据是你自己统计上来的 还是随便瞎说的 很简单的数据统计 我问了一下几位在丹药和兵器公司实习的师兄师姐 包括在军部工作的一些人 帝库的缴获是现在提供给我们修炼资源的两倍以上 军部也消耗了一部分 军部不是每次作战都有收获的 更多的还是守城 那也还有剩余 黄景和吴魁山对视一眼 班上黄景才哭笑不得道 你对数字真够敏锐的 其实也不算大秘密 中央政府还培养了一支武者军队 不过算是预备意 你以为每次底库新入口开辟 那些军队武者真的是从其他地方抽调的 这点你应该也清楚才对 你既然算得出丹药和兵器有富裕 就算不出隔个几年多一个入口 需要多少武者驻扎 吴魁山补充道 四大镇守府的任务 一方面是为了镇守一方 一方面也是为了培养预备意 当然深入解读一下 也可以理解为制衡 你要明白人心难测 均不是大 中央政府将武道力量分割为几大体系 也是情有可原的 方平吐气道 这下我明白了 我就知道 我们这些人看到的未必是全部 不管如何 魔武的校内生产线扩张 势在必性 两位校长是什么意思 我一个四品五者 没资格去讨价还价 如果两位校长也不支持 那当我没说 小小的四品五者算什么 多我一个不多 少我一个不少 大不了 南区墓园多买一些人 血缘骨灰 多送一些回去好了 我觉得 我变成骨灰的概率不大 死伤再多 与我何干 黄景略显头疼 轻叹道 不用说气话 你的意思我们理解 关键是七八品 未必有多少话语权 华国三十多位九品强者 魔武虽然也不弱 可缺少这样的战略性力量 南方镇守史无镇守 出自魔武 九品 他是镇守史 他也是魔武的人 老校长当儿子培养出来的人 他成了大宗师 老校长战死了 他不认账 那就开格他出魔武 不承认他是魔武的学生 吴奎山都气笑了 骂道 我觉得你四品比九品的谱都大 这小子才四品呢 现在就敢说出开格九品的话了 等他九品了 那岂不是要上天 方平也不在意 还是那句话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魔武 为了魔武 得罪了一大堆的学长 得罪了一大堆的中高品强者 我图什么 就图一个武道生社长的位置 说句两位校长见笑的话 我觉得我很快就可以成为宗师 我何必在乎一群低品舞者的生死 也许 二位校长也是这么想的 你不用激将我们 吴黑山摆摆手 叹气道 这事 我会去争取的 不是争取 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不把低品舞者当人 那就别当人了 干脆去地窟逍遥好了 你是在置藏骂怀 吴黑山真的有些怒了 这小子这话 是把所有高品舞者都包括在内了 他知不知道这话一出 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黄警也低沉道 宣言 方平沉默 片刻后 开口道 那我先走了 这样的魔舞 不是我想要看到的 这样的舞者 也不是我想要的 也许所处的地位不同 考虑的东西不同 我没有你们总是强者考虑的那么长远 我只知道 原本很多可以不死的同学 老师 此刻都已经生死他乡 有朝一日 我成为舞者 我不知道我会如何去想 我只知道 此刻的我 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状 不是每个人都是方平 不是每个人都能和我一样 可以化险为夷 我只是想争取到 我们该争取到的东西 没有占别人的便宜 为何这么难 校长 院长 今日方平放肆了 谢谢二位宗师聆听 方平说完 头也不回 快步离去 办公室中 两位宗师陷入了沉默 案上 吴魁山轻叹道 尝试一下吧 黄景低沉道 可以尝试 但是很难 魔物一变 非是魔物一家 其他无大 那是他们的事 个人自扫门前选 我们能管的只有魔物 好 那你我今日一起赴京 韩上流浪 再联合几位 魔物毕业的宗师 师大宗师祈福今五 吴魁山忽然笑道 年纪大了 真的少了些热血 还是见惯了生死 早已不在意这一切 黄景也哑然失笑 点头道 那就师大宗师祈福今 不能光看学生出风头了 哈哈哈哈 办公室中 响起了畅笑声 9月14号 魔物三大宗师 联合已毕业的七位宗师 刚好凑够了十人 欲空而行三千里 直奔京都而去 次日清晨 京都边界腾空而起数十人 宗师气息弥漫京都 魔物 方平得知这消息脸都僵硬了 这几个老家伙疯了吧 让你们去争取 没让你们去干价 聚集了十大宗师 骚包到玉空降临京都 就不怕引起混乱 李老头得知消息的时候 扼腕叹息 遗憾至极 几个老东西 去找茬 居然不狠老头子我 他妈的 上次被人欺负了 这次带着一群宗师去找茬 这是出气的好机会呀 李老头气得直跳脚 这么爽的事 不带他去 还有良心吗 他要是去了 上去就先干了 上次压他的那王八蛋 亮金无胆子再大 这时候也不敢冒着风险 干点别的事出来 气死我了 生气的李老头 也知道了一些原委 抓住方平就是一顿当 美其名曰 培养他和中品舞者 实战的经验 方平比他还生气 气得脸都发黑了 老子招谁惹谁了 李老头太过分了 现在他都快成树气包了 吕凤柔不爽 也找他麻烦 李老头不爽也一样 大狮子有时候不爽了 也恨不得暴揍他一顿 加上武道社还有俩刺头 谢磊和秦凤卿 看他的眼神也不对劲 这让方平恨不得一日成宗师 统统掉起来打一顿 方平在暗下决心要报复的同时 京都 当得知魔舞宗师们的来意 京都的一些强者差点气吐血 你来申请扩建批复而已 弄得跟世界大战似的 想干嘛啊 当然 气归气 众人也知道魔舞的意思 就是带着破釜沉舟的气势来的 十大宗师一起到了 批复也得批复 不批复也得批复 十位宗师 说明了来意 一言不发 气氛 略显紧张 队女 统筹 作词